两具尸体上的粪便是在死后才沾染上 加速遗体腐化 导致警方误判了死亡时间 如果真的有人故意在尸体上动了手脚 警方当年的情杀推论并不能成立 那肖家瘾的死因就不是自杀 而是他杀 首先在档案照上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尸体一屋上面有动物的尺痕 这显示当时有野生动物发现尸体 死后留下粪便 所以不能定论为人为介入 还有你所有说的都是没有证据的推论 没有 在见识中找到证据重建现场得到真相 林锦瑞饶失当年的调查报告 那你保证没有问题 身份转发现 Villa